由中国演艺第一股宋城股份亲情打造的中国演艺股盛大开股 同时宋城股份宣布更名为宋城演艺 包括省市区领导知名表演艺术家各界媒体 券商基金研究员在内的众多嘉宾和宋城股份 主要领导近百人集集一堂 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今年4月5日6日 台湾果陀剧场的经典话剧《淡水小镇》 就将作为中国演艺股的开股大戏 在宋城大剧院正式拉开演艺股的大幕 为了满足广大乐迷的不同爱好 将邀请国内外不同风格的乐队 分为摇滚、电子、流行、民谣、世界音乐、爵士等诸多专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